現在立委選情要衝刺 他們希望要過半 那不分區裡面 我們看到萬老師 帶頭拍了一個影片 他去模仿韓國瑜 學他爬樹去治這個登格勒 然後到處比說 韓國瑜來過這個地方 韓國瑜還找人模仿韓國瑜 去上這個博恩夜夜秀 的這個動作 他說要把這個韓國瑜 從不分區名單裡面揪出來 可是韓國瑜是排第一名 你要讓國民黨一張 政黨票都拿不到嗎 但是他們最主要目的是 要降低他們的政黨票 那他們要怎麼辦 模仿爬樹 這過往他們是在 可是我個人是覺得 民進黨其實應該要想一想 他爬樹是為了什麼 為了登格勒 為了救人命 你拿一個他的初衷 是救人命的事情來笑他 對比今年登格勒 死了這麼多人 然後兩萬多人確診 顯然沒有得到教訓 沒有真心為人民著想 張志豪講說韓國瑜 不僅這個政績發散可成 信口開河 他不行 但是這一招確實在中間 還有年輕的選民是有用的 他說韓國瑜笑死了 居然去爬樹 很少人會想到他爬樹 是為了讓高雄市民 避免於這個登格勒之苦 那同一個時間 今天王毅川 王毅川排十四 實則排了十六 他為了搶救王毅川 民進黨裡面 他今天幫肇事活動 拿關高 關刀 關刀要衝著誰 衝韓國瑜說 韓國瑜我來啦 然後跟他唱這個飛龍在天 不過國民黨現在也很厲害 找到了陳子瑜 因為他是新北市的里長 子瑜真的很漂亮 告訴大家 他為什麼喜歡侯友宜 因為他說近深距離的 接觸侯友宜 侯友宜真的很在乎市民的需求 管爺向來對選舉 對這個大選 比較保持距離的 他也表態說支持侯友宜 那包括柯文哲也拍了影片 他說有愛爾蘭的青年 來跟他互相幫幫忙跟照顧 然後賴小也推出了守護 台灣的家門 那包括宋楚也開始挺他 就說這個不出 等於說挺他的人 好像也越來越多 請教洪偉委員 對 我也有看到這個 他們新的影片 所以我一直在講說 我覺得民進黨 可能對選情太著急了 所以他們現在的做法 其實都很像用綠營側翼 我覺得如果說 今天是一個綠營側翼做的廣告 我覺得我還還覺得不會那麼訝異 但是這是民主進步黨 等於說是算他們的官方的廣告 然後他說這個 這個就是韓國瑜去爬樹 當時韓國瑜為什麼會去爬樹 就是因為登革日 因為很多的樹的樹穴會積水 大家都知道積水 他事實上就可能就是會 會長這個絕絕 會有蚊子 所以他就是說作為市長 去爬樹看有沒有積水 那這個事情在今年的時候 大家記不記得 羅毅君不是南下 去做這個登革日的防治 他爬屋頂 對 爬屋頂 他為什麼要爬屋頂 不笑死你爬屋頂 他也是來看積水 所以羅毅君可以爬屋頂 但是韓國瑜不能爬樹 然後做韓國瑜爬樹的話 就把他妖魔化 好像這樣子 整個的這一次他們的訴求就是說 不能讓韓國瑜 當立法院的院長 我覺得這個當然 是你們的一個訴求 可是我想請問一下 回頭看民進黨的 不分區的立委名單 現在要立保誰呢 立倒王毅川大兵 那麼王毅川現在就拿關刀 什麼什麼 韓國瑜我來了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如果一個不分區立委 不是去做那個登記 退退退退 在那邊那個 在那邊好像那個裝神弄鬼 不然就是拿著關刀 帶他砍來砍去 那請問一下我們到底要什麼樣的不分區立委 那你要韓國瑜 韓國瑜爬樹是為了要防止登革熱 還是為了一個耍關刀 只是為了來作秀的一個不分區立委 我真的覺得高下立判 我真的覺得是不是民進黨 現在不要中間選民了 你們也是覺得只要凝聚 自己的選民 這樣子像關刀什麼 那個義和團附身就好了 我就是中間選民 你們就不要中間選民 你是坐在中間的來賓嗎 你們做這樣的廣告 你們做這樣的廣告很好笑 到底訴求是什麼 我就直接問你 你們是不是中間選民不要 不過我不得不說 這個王毅川這個 坦白講有一些比較年輕的人 會覺得很有趣 他覺得這個是很娛樂化效果 但是會被因為逗趣 把票投給他 我覺得還是有一點距離 就是我們如果有看過金劇 有什麼花旦 丑角 或者是有趣的 或者是小聲 那這個一場選劇裡面 各自有各自扮演自己的角色 那你覺得他是金劇的哪一種 王毅川這一次當然想當關公 好不好 就是比較發福一點的關公 我提醒你關公是民間很重要的 他自己其實很想這樣 我快速報告一下 就是說韓國瑜爬樹 當時候回想一下 我們到底樹的水比較多 還是屋頂的積水會比較多 還是水溝 對 他兩邊都有處理 我以為那邊兩邊都有處理 那我問一下 一個政治人物去看屋頂 還有爬樹哪個比較好笑 對不對 就是韓國瑜當時候 是重要 但韓國瑜當時候 其實我們都很清楚 他那時候是為了要製造一些 畫面跟效果 那羅一軍是為了什麼 羅一軍就是真的去看 他上的排水溝 上面那個屋頂上面的積水槽 可是韓國瑜兩種都有看 但是我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這種事情 我認為當時候的確 在那個時刻 大家覺得到底在幹什麼 那我又回到 那為什麼現在就不行 就是他還是要找 那個時候不行 現在為什麼可以 他還是要去找熱點 你當時候的狀況是要找熱點 而且一個市長要趕快催進度 這是第一件事情 但是韓國瑜還記得 他是被高雄所罷免的市長 他當時候罷免的同意票 要罷免他是93萬票 93萬票 所以我第二件事情 我無意要激怒國民黨的職責 但是大家想一想 韓國瑜是每一場都去助選嗎 韓國瑜有些地方是不讓他去的 哪裡 不讓他去的 對 這一次 大家就講一下 我剛才幾乎都沒有什麼質問你 韓國瑜有一些選區 是不讓他去的 像高雄有一些地方 是不讓他去的 他讓他出席的地方 你可以講去哪一區 三明區嗎 是有選擇性的 讓韓國瑜出場的 這個我先跟他講一下 大家再查一下下 這個很有趣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我覺得 這一次我們再看看 韓國瑜如果未來 先祝福他 他如果當上立法院院長 他以前都說 他在立法院花天酒地 然後沾酒店 狂喝 然後打架 其實真的 我真的有點擔心 畢竟那是國家的門面 民意的最高機關 現在把韓國瑜排在第一 我才說國民黨是 不要中間選票了嗎 難道關公進去 大家就要了嗎 對 我覺得就是不懂說 王毅川現在就是想要學 韓國瑜創造聲量 但是卻學得似不像 他現在就看起來一副 要製造所謂什麼 搶救王毅川行動 雖然說年輕人看了那個 在耍那邊當什麼 當機 然後在那邊起架 然後或者是拿關刀 好像很有趣 乍看之下 但你越看會越想說 原來這就是我們的 不分區立委提名人的人選 原來他是代表著 未來有可能投給民進黨 他要進入立法院 當立委的人 所以你瞬間笑不出來 那真的是小看的年輕人 太輕忽年輕人 對於政治 對於公眾人物 所以說他的策略在哪裡 對不對 他客群如果又不是年輕人的話 他的策略在哪裡 你覺得王毅川的客群是誰 客群不是完全是民進黨 是這個對內湖跟勝率選民的看法 所以我的意思回過頭來去講說 他們現在過去是覺得說 好像韓國瑜他是一個會創造聲量 自治是軍具的人 但他現在似乎又要把 過去他們去貼韓國瑜標籤 那樣子的印象再拉回來 但在今年的選戰上面是 完全達不到這樣的效果 更何況他們推出來的 這王毅川 我甚至連覺得他連何志偉 要搶救何志偉都還比較好 對不對 搶救王毅川 不是 喜歡這樣的比喻嗎 好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謝大周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拜託